考量到在新一乡发展观光 就是要推广地方农业 新一乡公所在乡长权之间上任后 经过多方讨论 除了新社土地管理所以外 并将原有的农业客与观光服务所 合并为农业观光客 农业客合并观光 这个农业跟观光来并 我想应该是不错 因为他们的业务来往 还有互助方面是比较亲切的 那个观光也要我们的农业的发展的农厕产 地方的农厕产来配合观光来吹销 来对外来宣传 我想我们感觉到是很好 县议员权文才表示 农业客合并观光客不但相当有效益 加上新一乡农产与观光密不可分 因此相信在合并后能够相辅相成 带动地方观光农业发展 农业客也将以前的观光所合并 变成了农业观光客 在这里也是这样的结合是相当的不错 因为我们新一乡 我们要用我们的农业 造就我们地方的观光 要用我们的观光来成就我们的农业 在这里这样的结合是相当不错 我相信在两个不同的农业跟观光的部分 结合之后 我相信以后我们的农业也会跟着发展 我们的观光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农业合并观光成为农业观光客 不但能够相辅相成 相信未来在举办活动时 就能够合并资源力量 与当季的农产共同行销 记者邱品逸心理采访报道